當然後面消息傳出來之後 在短時間之內 大概一個多禮拜 就有20多個人 趕往台北市的昆明房治所 做篩檢 我們酒店的生意有掉一半 我有看到衛生署還有警察 商場把兩瓶小姐帶走 來篩檢的人 幾乎都自己承認 到過那間酒店消費 懷疑說跟這一名酒店妹 做性交易 因為希望就是生意都還蠻好 像下個月會把活動走 但是我覺得大概生意還會掉 30幾天可能就只有 10%在運作 先前中時新聞網獨家報導 北部一名年輕酒店妹 驚爆染艾滋病 連恩客也遭殃 消息震撼外界 北市聯誼昆明房治中心21號表示 今日篩檢民眾突然暴增 一名知情酒店妹受訪透露 酒店業者斷崖式慘況 另外中時新聞網副總編輯 戴智陽再爆震撼內幕 全台灣最近都應該感謝中時新聞網 獨家報導出台北市 有一個酒店妹 然後染上艾滋的事件 那這個事件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那為什麼 因為當天事情爆發之後 開始就引發了一連串的 所謂的篩檢效應 也就是說 這一名酒店妹呢 他其實大概 據說相當的年輕 那不過 他上班的地點 隨後就在這個 所謂的酒店業當中 傳開來 所以當天其實業者 就非常非常的緊張 當然後面消息傳出來之後 在短時間之內 大概一個多禮拜 然後就有20多個人 趕往台北市的昆明房治所去做篩檢 那當時昆明房治所也相當的緊張 就想說 怎麼突然間暴增 所以他們才發覺 原來這些來篩檢的人 幾乎都自己承認 到過那間酒店消費 然後甚至可能懷疑說 跟這一名酒店妹有做性交易 那所以因此 防治中心在這個相當的緊急情況下 做出了台灣首次的一個 相當不尋常的舉動 叫做看新聞做篩檢 就是說 他們希望能夠有去這個酒店 消費的這些酒客 能夠趕快來防治所做篩檢 但是問題是他們又擔心 這些酒客曝光身份 或是說他們不好意思講出來 所以他們就設定了這個通關密語 小姐染艾滋消息 不少老司機全嚇壞 北部業者生意大受影響 其實業者有坦承 事件發生的那幾天 確實 九顆一下少了很多 尤其是 所謂的做S的狀況 幾乎都沒有了 因為大家都不確定 這位小姐到底在哪邊 那所以說 其實當天的 那一陣狀況 就是大概一個禮拜 酒客有明顯的減少 可是後面 大家知道 哪一家 點了之後 那基本上 那所有的 那個 客人就都慢慢的回流 可是 現在有一個 傳出來一個消息 就是說 因為這個小 小姐相當的年輕 那而且 因為他不確定 是否有在其他的 酒店上班過 那因為這些東西 小姐自己 可能也不會講 那所以說 現在有其他的酒店業者 也相當的緊張 那不過他們現在就是 已經都要求了 包括事發店家 還有包括 其他的業者 現在幾乎都規定說 你小姐趕快給我去做篩檢 因為他們怕 影響到未來的生意 我們講一個晚上 酒店的平均收入 都是百萬起跳 數百萬起跳 他們受不了 因為一個人的影響 然後影響整個生意